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呀欢迎回家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胡仙娘娘 然后这一期主要是我对这个占星界的天花板 也就是我的老师David做一个采访 然后包括我对这个学占星学的一个感受 这期仍然还是有抽奖德 然后我们抽弹幕第41位 然后去体验我的一个免费的一次占卜 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先看正片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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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先生谢谢您的这种招物 OK谢谢 很难复杂了 那是很难复杂的 对 好 如果你找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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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esting fascinating 人生常会 fascinate you, 你可能会有的 motivation 要成为一个宗教师。 第一,你必须要在人们的興趣。 所以,興趣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 然后,你会发现, 因为宗教师是一个镜头的生命, 它就更加困难于生命。 现在,有一个方法在学习的宗教师, 即使它仍然是挑战的, 因为它仍然是很难的, 它仍然是很难学习的。 有一个方法在学习的宗教师, 它缺习这些困难于基础。 所以,你可能会在学习一年或十年, 要继续学习。 要继续学习。 如果您研究一年, 您会在学习一年, 您会在习近一些的基本法。 我认为, 它需要至少两年或三年, 才能开始开始沉入。 好的。 第二个问题是, 您想要说的, 您的学习在学习现在学习的学习? 我正是错的, 因为我会向他们提供, 我会向他们提供, 请继续学习的学习, 因为它可以帮助你 和你的理解的生活。 为了整个生活。 每个人都在学习专业, 要继续学习专业, 是非常有用适的, 要继续用选择的, 要继续的, 对你的生活。 它就是想理解的意思。 对吧。 第三个问题。 你最好是最好看的 中所有的本書 我最好看的 最好看的 我還沒有寫過 最好答案 但我不知道 哪一本書 你喜歡青少女生的本書 一定是唯一的唯一 唯一的唯一 唯一的唯一 它也真的介紹到 因為 如果你學習的唯一 詞詞詞 在這本書 那些不只是 有些零的唯一 他們也有十分 所以這本書 是一倍的唯一 對 我喜歡這本書 《Trip of a Lifetime》 那是一本書 《Trip of a Lifetime》 對 對 《Trip of a Lifetime》 關於大衛老師呢 可能很多小夥伴都不了解 然後百度百科 其實也有老師的這個資料 然後老師的全名呢 叫大衛瑞雷 然後他是美國職業占星師 他是1970年 開始步入占星學習的 然後五年之後呢 才 就是 通過這個亞特蘭大市 這個占星的職業考試 然後 作為這個專門的這個職業者 然後現在呢 就是 全美占星聯盟 然後全美占星研究委員會 然後還有國際占星協會 和職業占星組織的一個很重要的成員 然後之前老師還是主席 然後並且也是 之前在亞特蘭大 占星考委員會 然後四年 然後兩次都擔任了主席席位 所以說老師也是一個很全職的 然後我們 今年好像這麼好好是 老師執教的 就老師學習占星的51年 然後本來去年的時候 就是可以和老師見面在上海的 但是因為疫情的原因 所以說導致影響了 今年才見到面 老師的這本書呢 剛才在視頻裡有推薦過 叫《靈魂的目標》 然後我也很榮幸的 收到老師給我簽的書 然後這一本呢 為什麼叫做《靈魂的目標》呢 其實它主要講的呢 就是你自己的一個生命道路 而且這個南焦點和北焦點呢 也是David老師的一個特色啊 就是你的前世業力啊 還有你的進行目標和追求 然後《勿勒的鎖引》呢 我們來看一下啊 我可以給你們念一下 因為南焦點和北焦點呢 絕對是一個對公關係啊 所以說如果你的北焦是白羊 那你的南焦就一定是天秤 然後北焦白羊南焦天秤呢 主要就是自我顯露 也就是說這組焦點 兩極間的主要矛盾 是在我和你之間 或者是我和我們之間 因為你的安全感 根植與夥伴關係和分享的基礎上 所以甚至當下你對自身的利益的確認 也會因你強烈感知到和其他人相關的事情而變得複雜 行動會結束沒完沒了的拖延和猶豫 這就是你的靈丹妙妖 當然這個我只是念了這個目錄的所影啊 你們也可以自己去買看一下 某寶也有賣的啊 然後第二章就是講北焦金牛南焦天蝎的 叫鑄舊永遠的遺產啊 生於這組焦點的每個人身上都有很深的矛盾 他們下決心享用勞動成果 並為自己所愛的人創造美好的生活 而命運總是測試他們的精力和耐力 以及用獲取精力和耐力的看來 好像又取之不戒的應變能力 然後第三是北焦天蝉南焦射手 這個就是表達你的真理 然後在權宜之際和信念之間做痛苦的抉擇 為了找到生命中最令人疑惑的問題的答案 你掙扎著你們中大多數人 學會了認識並接受生命的永恒真理中的可變因素 你們不會因為意見不同感到威脅 歡迎參與有意義的討論的機會 然後第四章是北焦巨蟹和南焦摩羯 然後這個是計畫之外的情緒顯現 就像你渴望感情表達一樣 你習慣的意識自發的情感成長在很大程度上 取決於你允許自己多自由的表達情感 對於你們來說早早就獲得了成就的模式很普遍 但同樣也早早精疲力氣 這組焦點族群心底埋藏的 其實是對真實情感的追求 然後接下來呢是北焦獅子 南焦水瓶 意志的顯現和個人的貢獻 生於這組焦點的人會經常的觀察和參與兩者之間的掙扎 你所擁有的生命是特殊的 這是唯一一個讓你作為自己而生活的一生 除非你開始這麼對待他 否則你永遠無法知道你一生有多麼特殊 因此為什麼不盡情的活出來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北焦處女和南焦雙魚 也叫完善靈感 在現實主義和夢想下 現實的人和空想的人之間波動 是你故事的兩面性 清醒的人生 有條理的人生 運行良好的人生才是你要追尋的 可能對於你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認識到 不管一項任務看起來有多可怕 總有一步步完成它的辦法 運用系統和方法是你利用想象力的關鍵 然後第七個就是北焦天秤南焦白羊 然後這個寫的是和平戰士 然後合作對你的生活不僅僅是輔助 而常常在生命的故事整體方向上 起著關鍵的作用 如果你生於這組焦點 你就想要信任別人 實際上你追尋的滿足感從分享而來 這比什麼都重要 然後第八章是北焦天蝎南焦金牛 這也是我自己個人的焦點 然後叫轉化的周期 你的堅韌與固執和內心的激情一樣強烈 這是其他焦點和組合無法相比的 在互相對立的力量 可以悄悄勾結在一起 帶來一個劇烈變動的人生 然而在最深沉的激情下引導 你的耐力可以幫助你付出巨大的努力 然後第九章是射手 北焦射手南焦雙子 就是智慧的顯現 你尋求的滿足感是學習上的冒險 你已經精通生活的日常問題 是生活的意義促使你找尋答案 上天將允諾你廣闊的生活 在這條路上你可以變得更睿智 然後接下來是北焦摩羯南焦巨蟹 也就是成就之路 不願做出承諾 不是因為害怕一旦承諾 就失去自由或獨立性 而很顯然是因為 而你對成功的渴望 多過你對失敗的恐懼 成功是你成就自己的靈丹妙妖 你在這個忙碌而又充滿挑戰的一生中 不斷重新設定志向 然後接下來是北焦水瓶南焦獅子 是貢獻和參與的渴望 生於這組焦點的人 與渴望參與相同的 是渴望貢獻 在你們人生情境中 有種命定的動力或業力 讓你們脫穹而出 不過參與集體事物和指揮集體事物之間 的平衡很有挑戰性 意志力是福也是貨 然後接下來就是最後一組焦點 也就是北焦雙魚和南焦處女 老實寫的是 向靈感敞開和信心的顯露 生於這組焦點的人 比其他任何焦點的族群 都要更經常走在一條 所謂宇宙意識或啟蒙的道路上 當你們意識到生命的多維度和本質時 這就是你們要面臨的挑戰 你們能夠從生命中感覺得到 看到感知到的東西 比大多人多得多 很多人因此變得很有創造性 然後這個書呢 其實寫了很多啊 然後包括就比如說 每一個焦點啊 都有什麼樣子的名人例子呀 然後你適合的這個生命的周 就是你自己的這個生命周期呀 然後還有和父母的這個指南呀 然後還有就是 還有你對關係的一種看法呀 然後包括你自己的一個職業方向啊 它都是涵蓋了 還是很全的 然後我看了這個 其實我也是 特別有啟發的 很有啟發的一本書 也就是說 至少我在給我自己的顧客看盤的時候 我能一眼就能抓住他 就是也不能說這輩子需要做什麼吧 就差不多 他這輩子需要去學習什麼 或者是他如果學習這個 才能更加完善他自己 然後整體的這個 你整個的這個課程啊 所有的都學下來之後 我的壓力就更大了 因為怎麼說呢 就是我覺得就是肩上的蛋子更重了 因為我們課堂的這個 同學也有提問到這個家族業力問題 其實從通通過這個星盤也是能夠顯現的 然後怎麼說呢 就是無論哪一種 你學習哪一種方式方法 我其實都還是那句話 不管你是占星也好 還是占卜類也好 或者是命理類呀 或是東方也好西方也好 我覺得其實就是 為了遇見更好的自己 還有就是幫助別人 就是尤其是你像學星盤 其實整個過程你會覺得是枯燥無聊的 因為很多的這種理論的性的知識 然後包括你還得自己也是要不斷的去實踐 你相比於塔羅牌啊或者這種占卜類的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星盤是很難上手的 就是你喜歡你是一方面吧 但是你做起來 包括你給別人做個案諮詢啊 解析整個盤啊 其實是一個很枯燥無聊的一個工作 當然我只是說我現在目前為止啊 但是David老師他的個案是那種 我不知道老師現在還有沒有再約過個案了 因為我的朋友之前是找老師約過個案的 大概是幾年前 三四年前吧 然後那個時候找老師約了一個小時 問了一個問題 怎麼說呢 就是老師給你的一個解答 就是一個方向 說白了就是他能更精準的去抓住你那個點 所以說一語擊中啊 我簡直就是很懵 然後我看看如果可以的話 我準備公開老師對我的星盤解析的那個 課程教案到時候給你們看一看 如果老師同意的話當然是 然後可以給你們大家看一下 關於老師說我個人的作為一個教學案例 然後來給大家分析的 我覺得還是一語擊中 擊中重力的那種 那這期視頻呢就這麼多 然後你們有什麼想看的 下期我是準備給大家做這個大眾占卜 那你們是想看學業的還是感情的還是哪一方面的 然後可以發在這個公屏上 然後那就這樣啦 拜拜